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它选项 选项里面还告诉你这是它的程式 这就是它的程式 如果你照这个程式写 然后把前面的数据改掉 它就一直可以跑了 程式可以显示说 你刚刚的程式到底 这是它syntax 在这里 这是它程式 写法 Reliability 什么Variable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到这里是它的程式 我刚刚用点的嘛 然后如果我要打的话有一个好处 当你变数很多的时候 我可以用输入的 可以做很多种变化 这是程式值出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每一个值它都给你弄好 这变成一个档案 这样懂吗 好 我们再回来看 输出 刚刚讲输出 我可以直接copy 我也可以用 我可以直接copy 我也可以用汇出 好几种方式来做 但是目的就是 你可以把这档案资料拿出来 做你们的报告用的 报告就要用这个资料 好 没问题 接下来看 下一个 来 我快速的跟你们讲 接下来是叫什么 Factor Data Reduction Date Factor 如果你是中文版 它直接就写说 因素分析 或者资料缩减 资料缩减 或者因素分析 好 我只要选择它以后呢 我同样的 我同样的把刚刚那几个数据 把它抓出来 但是最好是怎么样 一块一块抓 你会比较好做 一块一块抓 来 我抓给你看 譬如说 第七到第23 好 第七到二十三 一块嘛 在你们的题目里面呢 因素分析 你这个第七到二十三 是不是要分成 那个 主顾关系 看一看你们的问卷 主顾关系 自我价值 社会地位 成就感 四大块喔 那到底这因素对不对 我把这几个题目 通通抓上去在一起 然后做因素分析 好 不要忘记一件事喔 第二十二题是没有信度的 有没有 好 我现在要把它怎么样 我把抓进来以后要把第二十二题去掉 不要放进来 所以第二十二题把它抽掉 拿走 不要进来 这样懂了吗 那所以这一块里面会少一题 那一题没有信度不能分 不能做效度分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选项 第一个呢 我要选什么 我要选KMO值 这是跟刚刚讲那个一样的意思 就是研究生要了解这一块 大学生可以不需要了解这一块 这是检视用的 检视 你这个跑的时候 是不是符合我的跑的公式 检视用的 我可以检视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像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 叫做extraction 什么叫做extraction呢 就是萃取 萃取 你常常听到人家说 那个萃取 药物萃取 就是抓出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料出来 萃取 萃取就是因素分析最重要的概念 那萃取的方式里面有很多种 有好几种 这个叫做 这里面有选择几种 有这个最大 叫做什么 最大的那个 近视值啦 或者 组成分分析 我们通常用组成分分析 就是这一个 它自动带出来组成分分析 好多种方法 组成分分析 近视 叫最大近视值啦 或者 叫做 通用的最小平方值啦 等等 好多种方法 那一般人都会用主要这个成分 组成分分析法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它自动给你写1 这叫Igon value 就是什么呢 特征值大于1的才要用 没有达到1的就不要用 好 你只要这个是自动的 你不要去管它 你只要选这个就可以了 它自动是在principle 就是组成分分析里面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 等一下我会说 我会说明 好 进来以后呢 再来看rotation rotation通常会用 叫做直接转轴啦 为什么呢 我们通常在跑音速分析的时候 这也是研究生比较需要知道 大学生可以比较不需要知道 通常在做音速分析 如果有转轴 它音速成分会比较容易区隔 会比较容易区隔 所以我们让它直接转轴来做 标准的做法是先不要转轴再做转轴 那我们直接就用转轴来做 做就可以了 好 其他的就不用了 其他的就不用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可以用salt salt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把他的叫做音速的负荷量呢 按照他负荷量高低直接排序下来 帮助你去排序 好 我用这样排序以后 continue 完全好了 选择好了 他就跑了 跑出来结果告诉你 KMO值是检视的 点点点点表示可以 没问题 这个统计没问题 第二个呢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呢 好 看这个 第二个 表示说我可以抓出三个成分 三个成分呢 第一个成分它的累积的解释量 四十点六七 所以第一个成分是最高的 第二个的解释量十一点三 第三个解释量八点二 八点零二 累积可以到五十九点九七 这意思是说 我们这一个问卷 它的因素是不错的 很有效的 已经达到五十多了 三十多就很棒了 三四十就很棒了 所以这已经达到五十多 而且呢 三个因素 一二三 都是Igenvill大于一的 好 很棒哦 这个数据都很好 再往下看 好 这个 里面有一个叫Structure 这个 这个 前面有一个叫做Component Maxis 就是矩阵 成分矩阵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看这个Structure 不是Pattern Component Patent 要看Structure 这个东西 结构矩阵 好 这就出来了 你们看这个数据哦 很有趣哦 很有趣哦 V18这一题放在最前面 它的复刻量845 在第一个因素上面 在第二个因素点150 在第三个因素点248 249 那这告诉你说 其实哦 这概念很重要 其实概念很重要 这几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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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几个题目 每一个题目在这个项目里面 都有它的成分在 也就是你答的这一题呢 其实它不是只有真正呈现在 在逐步关系 它逐步关系呢 它逐步关系呢 也许是 第十八题是 十八 二三 二二二二十 一二十四十 是第 第十二题 我工作很受人尊重 是社会地位的部分哦 它是点85的 854的负荷量 可是呢 它在第二个因素里面哦 有多少 有点151 在第三个因素是点249 有没有 是这种概念哦 它都有哦 所以你看 你看它这样得的结果是 我把这个抠出来给你看 我把它抠出来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 我把它抠出来 好 你看 如果我把它抠出来 你看哦 在这里哦 第十八题到第二十三题 你看我刚刚我打自我价值一 雇主价值一 它就会呈现嘛 Label嘛 没打它就没呈现嘛 好 你看哦 我把它用不同颜色把它区合 你们发现什么 他们比较数据哦 第一个V18在因素一的时候 是点845 V19点826一直往下降 降到自我价值一的时候 是点645 对不对 到雇主价值直接就跳到点二级了 但是你看右边 它在第二因素是不是 马上变成849 那表示说它突然变那么高 就表示这个是归属在那个因素里面 这样懂吗 所以哦 所以 18到 18往下 到自我价值一是归属在第一个因素 然后第二个呢 V5主1到V9这个地方呢 是第二个因素 再来V12到V23这里是第三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 可是你们忘记了 我们问卷是几个因素 问卷几个因素 谁答一下 四个因素吧 对不对 是不是四个因素 问卷是不是四个因素 哪四个 主部关系自我价值社会地位跟成就感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告诉你们两种方法 这个是跑出来只有三个因素 我可以把它变成四个因素 怎么变法呢 来看一下 我在analysis这里 里面有一个reduction factor 从再进来 进来以后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个extraction 就是退取的时候 重新命名 所以你把因素分析跑过以后呢 看你要用三个因素 还是四个因素 如果你真正剪掉 剩下题目太少 你干脆就用原来三个因素 重新排序 重新排序以后 再把它整理变成新的问卷 那才是正式问卷 这样懂吗 好 我们这已经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把它写出来 删除该题比种子还高者 删除该题比种子高者 那就表示它是没有性度的 删除以后呢 然后呢 开始做 看来 好 嗯 嗯 Farewell 那以区块为单位 刚刚性度的时候可以用总的来做 再以区块为单位来做 然后呢 可以比较用什么 用几个方式 选择要选择几个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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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